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長照法師各位佛陸 大家好 我怎麼會跑到這個研討會來 因為這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結合 怎麼讓我來講企業的這回事 甚至我跟人家講說 我的講題叫《心經與企業》 人家還聽不清楚 我要跟他講《心經與企業》 他們才聽得懂 但是我剛才查了一下 應該是念企業不是念企業 所以你看我連這個發音都還沒準確 那我就被擺上台了 我不知道他們辦這個活動 他們的這個標準是什麼 就是請講師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參加所謂的研討會 然後偶爾幾次參加研討會的時候 他們給我什麼主題演講 不然的話就給我這個結語 那這兩個演講我們都可以沒有講題 然後上來就跟大家談一談 那好像就過關了 過關了幾次很多人其實是不太以為然 認為說你什麼也沒準備 那你上來就講了 那我以為這次我也可以這樣子混過去 所以那個負責人找我的時候 那我覺得我說還要什麼講稿嗎 我已經幾年沒有寫講稿了 怎麼寫的講稿 那他也不敢跟我多講 他就是簡訊一直發過來 哎呀發到我也沒辦法了 我說好吧好吧我想辦法吧 因為又要登報紙的 又要有這個放在這個書上的 我說只好 只好 只好的時候呢就想盡辦法了 那想盡辦法的時候呢 剛好那個時候我在美國跟波蘭運遊嘛 那麼在運遊的時候呢 有一天在波蘭帶產二十一 所以一天下午呢 我就想總是要寫的 我就想辦法跑到一個角落 那個禪修道場的一個角落 那坐在一個凳子上面 那這個好像這個思草就源源而來 然後就把這個講稿寫完了 大概是半個小時寫完這個講稿 然後你們把講稿讀完就好了嘛 很多人又說你又要混了 那沒辦法 還是要把講稿的內容 因為有了講稿 比如說我們演講或者是講座 類似這樣的大家都覺得應該要講稿 那你才會有個範圍 那我現在呢到很多地方去演講呢 已經不知道範圍在哪裡 他們給我一個講題我就講 那沒有的話呢我就在禪堂裡面講 禪堂裡面講很容易 因為大家都是禪修的 反正講來講去都已經一定跟禪修有關係 所以呢就在那個範圍以內 那麼這個範圍呢就很廣了 因為別的講師呢 他們就講企業那個部分的 那我為什麼還要加一個心經下去 後來我寫完了以後人家 好像我又聽到一個消息說 你只要講心經就好 哎呀 那我現在連主題在哪裡都不知道 只要我講心經嗎 還是要連心經跟企業把它連貫在一起 不過我還好就是我的講稿兩邊都有了 所以還是可以有 那如果講心經的話 實際上我也很簡單 我就叫他們把心經印好給你們看就好了 那你們很多同學會背心經 你們要聽好聽的心經嗎 用唱的 明天我們那個禪宴有我們的一個歌手 他要唱這個心經 你們想聽的話就去聽 大家放鬆一點 不然的話我太緊張 因為專家太多 我們在專家的面前會有點膽怯 那我先講我比較穩的這個部分 那比較穩的當然是講心經 所以心經我會比較穩一點 那如果有同學參加過我們的生活 你就知道我們 我們的心經是每五年要講一次的 我講了兩次 後來就是我的學生講 那麼在講心經的過程裡面呢 我發現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心經幾乎把佛教重要的名項都放進去了 那麼放進去的時候 它是在經文的這個整個結構裡面 然後一段一段的把這些名項 放在經文的一些含義裡面 所以講心經的人他們會面對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們必須要在講解的過程中 碰到這個名項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名項解釋一番 解釋了一番以後呢 再來解釋為什麼心經在這一段會出現這個名項 所以在講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到說如果是一文來解釋的話呢 這個心經講起來就會咯咯答答的 就是說你講了一個意思 然後又要解釋一下名項 解釋名項以後 你又要再講一個內容 那所以我的講法呢 就是把心經的名項全部講清楚 那如果你們想要更清楚的話呢 再打一個廣告 我們出了一本心經的智慧 佛心總會出版的 後來這個法古文化也出版了 那就是用這樣的一種講法 就是把心經的名項全部先解釋清楚 然後再把這個心經的貫通起來 因為如果心經我們在又解釋名項 又要解釋它的意思的時候呢 就名項的解釋會變成是一種 那個貫通裡面的一些障礙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名項弄清楚了 但是我們又面對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心經這部經典比較特殊 它的翻譯本很多 那翻譯的版本多 有一些翻譯的版本呢 就是我們所謂完整的 所謂完整的呢 就是所有的經典 它一定要如是我聞 然後一時佛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有哪一些聽眾 是不是有人發問 所以佛陀就講進 那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可是呢 我們發現到說 心經不同的版本裡面 有一部分是這樣的版本 那有一部分呢 是沒有前面的我們所謂序分 或者是正性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直接 像我們現在念的心經 就直接觀置在菩薩 到底觀置在菩薩是主角 還是佛是主角 因為經文講下去 好像是佛在講經 可是呢 一開頭呢 又是觀置在菩薩 所以你就要把這個都把它了解 為什麼心經的出現是這樣的一種結構 所以這個呢 又牽涉到經典結集的問題 那麼經典結集的問題 出現了以後又發現到說 又出現了這個佛教 這個思想發展的這個過程 因為心經呢 根據我們的了解 它是我們叫初期大乘佛教的經典 那麼我們又要牽涉到說 佛教發展的過程中 有什麼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 大乘佛教 還有初期的大乘跟後期的大乘 然後再出現一個秘密大乘佛教 那麼這些呢 你要把它弄清楚了 所以呢 解釋這些的過程裡面 發現到說 心經牽涉的這個內容呢 範圍很廣 有思想史 有歷史 然後還有這個經典的 這個結集的那個過程 那你這些都沒有弄清楚的話呢 你講心經只是心經的內容 你發現到它就是缺少一些什麼 所以呢 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呢 我就必須要把這些東西都講清楚 講完了以後呢 發現到說我的一堂課 我在大專生活已經講 大概是二十幾堂課 我講到二十堂的時候呢 心經還沒有出現 我那學生也慌了 你講那麼多心經在哪裡 那最後一堂課才講心經 才講完 那就直接把它灌通了 那麼前陣子呢 在這邊有這個講座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講 也是講到最後一堂課 心經才出現 那麼這樣的一種方式呢 我採用的方法呢 就是先把心經有關的 各方面的範圍 還有牽涉到的這些內容 我們先把它釐清 其實心經的結構呢 不複雜 因為後來我發現到說 心經呢 可以用我們佛教的一種結構 把它解讀清楚 那麼這個結構呢 就是佛陀說法的時候 佛陀在說法的時候呢 它有很多我們所謂的善巧 很多的方便 那麼在這個善巧方便裡面呢 它重要的就是對象 所以像心經 它提觀之在菩薩 它又提到設立佛 設立佛是聽聞佛法的人 那麼觀之在菩薩呢 它可以是佛陀說法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模範 也可以說 這部經典跟觀世音菩薩 有很密切的這個關係 觀之在菩薩 所以我們這樣子了解了以後呢 那麼發現到說 佛陀說法的時候 它就是有很明確的這個對象 如果這個是對設立子講 表示呢 一定要有智慧的人才聽得懂 你們有沒有智慧 有沒有設立子的智慧 那沒有的話呢 你們怎麼聽得懂 因為這部經典是跟設立子講的 然後有沒有觀自在的智慧 沒有的話 怎麼聽得懂呢 所以這部經典呢 就對象 還有呢 我們發現 如是我們意思 佛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眾生說法 為菩薩 為比丘比丘尼 為尤婆社尤婆怡 是哪一些人呢 他都有很明確的這個對象 那麼這個對象呢 它的重要在哪裡 重要在我們叫做契機 所以契機的意思呢 就是這個聽眾呢 它顯示出來的是一種根基 就是它的程度 它的條件 那佛陀呢 要為他說法呢 要契合它的根基 這一點很重要 尤其是我們讀經典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讀經典呢 菩薩的名號啊 這個聖者的名號 我們念念念就過去了 比如說你們念這個《奥密陀經》 意思是佛在社衛國 其術及孤獨元 以大筆求眾什麼什麼 念完 又打菩薩又唸完了 你們不知道唸那個幹什麼 唸那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佛陀對誰說法 更重 更要注意的 你們要看到這個 我們所謂比較初期的經典 就是《奧含經》 《奧含經》的對象很明確的 但是我們很多讀經典的人 研究經典的人 只是重視這個經的理 而忽略了對象 那麼對象為什麼重要呢 對象的重要呢 就是因為它是疾 那麼佛陀說法呢 是觀疾鬥教 應疾施教 也就是說聽眾是什麼程度 佛陀就說什麼程度的法 所以你不知道那個聽眾是什麼程度的話 你學到的那個法呢 不一定符合你的程度 那不符合你的程度的這個法呢 有時候你覺得它太淺 有時候呢 你覺得它太深 那麼你一看那個對象的時候呢 你明白了 佛為什麼這樣子說 因為這個眾生 它是這樣的根基 所以這樣子 佛陀呢 他因為接觸的這個地質 範圍太廣了 幾乎每一個程度的根基 他都有接觸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現到說 比如說佛對這個 涉利佛說法的時候呢 涉利子說法 你看他講得多簡單 幾句話就 很重要的這個禮就講完了 甚至我們知道從初期的經典 佛陀為涉利佛他們說法的時候 只是講因緣生因緣滅而已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 講完了 那麼這些有智慧的人聽完了以後 他們正歐羅漢國了 那我們聽了 只能喝歐羅漢國 我們只喝羅漢國 那佛陀的弟子呢 聽完了就正歐羅漢國 所以我們大概也很羨慕他們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國叫做羅漢國 看看喝多了會不會也成羅漢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種方便 那佛陀這樣說法呢 就變成如果我們讀經典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一種 這個對象 這個結構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副裂了它經典裡面很中心的這個部分 但是呢 我們又不是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佛陀說完法以後 經典結集了 或者他在說法的過程 一群弟子 尤其是那些我們叫做上手弟子 他們聽完了佛說法 他們看到跟他們在一起的一些眾生根基 因為佛陀說法的時候 還有一批叫做常隨眾 這個常隨眾呢 就佛陀在哪裡說法 他們都會在那邊出現的 那麼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知道是安安尊者 因為他也肩負 要幫助佛陀記錄他的思想的一個責任 所以這些弟子都在 那麼這些弟子他們在的時候 有一些 他們在聽完佛陀說法以後呢 不是每一個佛陀 剃度或者是我們佛教當時生團裡面的弟子 都有機會直接接觸到佛陀的 很多呢 他們是接觸到佛陀的弟子 或者是再傳的弟子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因緣 所以這些弟子呢 上手弟子聽佛陀說法了以後呢 他們吸收了 他們自己有體驗了 有聽到佛陀對不同的弟子說法的時候呢 有了不同的一種呈現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程度不同的內容 他們就吸收 他們吸收了以後呢 他們也學佛陀的方法 就對不同的弟子就講不同的這個教理 這個程度上就有這樣的一個表達的這個方式 那麼用這樣的方式呢 慢慢的這個弟子呢在說法的時候 他們也累積了很多的經驗 很豐富的經驗 知道說對哪一些弟子呢 要說哪一類的法 那慢慢呢 這些後期佛虐盤以後呢 經典結集了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已經有一批佛陀的弟子呢 他們自己本身把佛陀的教學重新整理過 我們叫論典 那這個論典就出現 那麼論典出現了以後呢 他們覺得說佛陀的教法呢 應該有某種程度的歸類 這個歸類呢 就把佛陀的教法呢 基本上歸成四大類 所以佛陀對上手弟子 或者是那些根基很利的弟子 只是說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或者是照見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而 就直接講到很深的這個禮 這些弟子呢 他們修行的基礎 還有他們具備的條件 包括知見方面的條件 都很充實了 最主要的就是 佛陀給他們一個很關鍵的這個禮 讓他們能夠直接切入 法的最核心中心的那個部分 所以他們一下子呢 聽聞了 馬上就切入 就開悟了 所以這一類的禮呢 是第一意 也就是說你一聽聞 你一懂的話 你就可以達到一種開悟 或者是頓悟的這種體驗 那麼這一類的禮呢 他對的這個弟子都是具備很好的條件的 這個根基 我們說根基很利的 所以一聽就懂 可是呢 有些弟子呢 聽了還是不懂 或者是懂了 但是用不上去 那佛陀就知道 他們的問題呢 在哪裡 就是在他們還有很多的喜氣 還有很多的一些所謂的煩惱 那麼這些煩惱呢 一定要對峙 一定要空掉 一定要想辦法無掉他們 無掉這些煩惱 無掉各種的根本的這個執著 尤其是無明 就是思想上的一個迷惑 還有染灼 愛染 就是這個情感上的一種迷惑 那這個是我們生死輪迴的根本 所以知道了 但是沒有辦法把這個空掉 那麼就要用各種修行的方法 那麼比如說禅修 比如說止觀的法門 然後直接呢 對峙各種這些煩惱 把這些煩惱對峙了 就發現到說 其實只要把這些煩惱清理掉 所以它有一種對峙 就是你有這些習氣 有這些煩惱 我把它自理掉它 那麼自理掉了以後 所有的這些煩惱清理掉了 你的問題就解除了 問題解除了以後 智慧就展現出來 然後發現到說 這個智慧原本就是我們具足的 然後我們因為有各種的煩惱 遮蔽了它 現在我們對峙了這個煩惱 把這個煩惱自理看 清淨了以後 那麼這個智慧就很自然的 很完整的顯現出來 那你就可以解脫了 所以這一種叫做對峙 這個分類叫做戲談 戲談就是一種方便技巧 第一意 然後對峙 那麼對峙戲談就針對那些 修行也很不錯了 但是就是這個煩惱習氣 還沒有辦法清理的 然後把它清理掉 當然是對我們大部分的人來講 都有用 只是有時候我們在用的時候 發現到說 它沒有辦法到那個程度 那麼對峙 然後在有一些弟子 你如果是講 因為講對峙的時候 很多是針對你的習氣 會把你的習氣 把它挖掘出來 有些人看到這個習氣的時候 它會產生負面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說 你這個眾生貪欲很重 那麼就要用所謂的 不儘管來對峙它 你這個眾生 這個煩惱很重 這個稱心很重 我們要慈悲的方法 這樣子對峙 那麼有些人發現到說 佛陀總是挖我們的煩惱 總是講我們這些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弟子已經具備這個條件 可以把自己最負面的 或者是像我們人生的道路上也是一樣 有一天我們發現到說 我們最負面的東西 全部出現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很重要 很關鍵的時候 假如有一種適當的方法 幫助我們對峙它 我們一轉過來 可能你整個人生就改變了 很多人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頓悟的 所以這個對用工的人 或者是做事情的人 或者是我們人生 他有很大的一種力量的 可是有一些人他承受不了 像說我們碰到一些朋友 比如說這個朋友 我們跟他覺得已經很好了 所以他有一些喜氣 有些問題 我們希望他能夠改進跟他講 一講了沒有朋友做 因為他說 你總是看我這個弱點 你就不看我的欲點 他就覺得你專門是針對他來的 可是佛陀對這一類的眾生 就專門要講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很重要的 這個關鍵的位置了 他只要轉過來 他就過關了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聽得進去 那聽不進去的話怎麼辦呢 就再教你一個方法 不要講你那些負面的 講正面的 講你的長處 講你的優點 講你的各種好 然後鼓勵你去做好的東西 然後把正面的全部呈現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為人戏談 各個為人戏談 就是把好的一面 讓每個人能夠接受的 然後也知道說 他不斷地努力 不斷地往善的方面去的話 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 那麼這樣子 很多人就有了力量了 所以我們也發現到 現在的教育用這個方法 以前我們學習的時候 我當老師當得很幸福 是在當老師最幸福的年代 因為我剛好教一年級 家長第一天帶小朋友來的時候 他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的孩子不怪 你打他哦 哎呦 你打他哦 哇 你看 我們這個對峙小朋友的機會來了 所以小朋友有什麼不對 我們都敢打了 因為有這個家長的交代 因為現在呢 有家長去跟老師這樣講的嘛 他說我孩子很壞的哦 但是你不准動他 家長是跟你這樣子講 然後現在的教育叫做愛的教育 孩子什麼都對 所以都鼓勵他們 完全不敢講他們的缺點 不敢對峙他們的缺點 所以我們不知道 時代進步還是退步 當然也有好的一面 可是呢 我們也發現到說很多人呢 在這個成長的過程 類似這樣的情況呢 等他們面對這個 很負面的狀態出現的時候 他們好像沒有招架能力了 也沒有建立他們的勉力系統起來 所以很多成長的過程裡面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佛陀的教學 他就針對不同的眾生 然後這些聽得進去的人就聽進去了 那還有一些呢 佛陀呢發現到 你跟他們講什麼呢 他們都聽得懂 好像聽不懂 反正你針對他的喜氣 他一定是懂跟不懂 佛陀也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的 然後還有一些呢 你鼓勵他 他就稍微做一點 然後他們又有自己本身的嗜好 或者是本身對這個世間的一種認識 那麼你又要隨順他一下 隨順他的喜好 然後才能夠把他引進來 甚至他的喜好裡面 有些可能是從某個角度來看 可能也不是很真心的 比如說有些人有民間信仰 我們不能夠一下子先否定他 然後叫他來信佛 我們要順從他一下 然後慢慢再把他帶進來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有一個年輕人 每天早上去拜六方禮 佛陀也說我們也有六方禮 聽他的六方禮是拜六方的神明 那個神明是看不到的 但是那個孝子 他相信他父親講的話 所以他就做這個事情 佛陀跟他講完了以後 再告訴他 我們也有六方禮 我們的六方禮就是佛教的六輪的關係 就把他接進來了 那你一開始跟他講 你那個六方禮是迷信的 哪裡有六方的神給你拜 這個年輕人跑了 你還沒有跟我講 你就先把我的信仰否定掉 那我也沒有什麼信心聽你講的 所以佛陀順他聽完了 然後聽他講完了以後 再告訴他 六方禮應該是什麼 你拜得很好 你又是一個孝子 哇 真的是了不起 然後他聽得很開心 然後再跟他講佛陀的東西 這種我們叫做世間西壇 就是世間的人一般上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信仰上一種民間信仰 然後隨順了你再把你帶進來 所以佛陀說法它是有層次的 那麼有這樣的一個層次 我們的論事幫助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把這個分類把這個層次分清楚 我們這樣學佛的時候清楚了 所以我們讀那些經典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他說法的對象是誰 那麼這個經典的內容應該是屬於哪一個層次的 也就是哪一類的眾生聽了是相應的 那如果我們聽了是相應的 表示我們相應了 那如果是聽不懂的呢 你不要擔心 你看那個對象 諸法因緣身 諸法因緣面對社利佛講的 所以我聽不懂是合理的 因為我又不是社利佛 我沒有那麼高的智慧嘛 對不對 對對 所以合理 那麼這樣合理的時候呢 你聽別的三生經聽得懂 好 我就學 那麼所以在學習上呢 因為佛法這麼廣嘛 你不可能全部學嘛 對 你就學跟你相應的那個層次 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發現到說 他就可以普及 然後每一個眾生都可以找到適合他的教法 然後適合他的教法的同時 你就知道你還有提升的層次 信仰了 佛陀戒引進來了 然後又鼓勵他不斷地行善 然後持戒 他就知道他可以進入到為人戏壇 那麼做久了以後 如果我們正面的事情做多了以後 發現說 像你們搞這個企業的時候 也會發現 我是為這個社會服務 我也想多做一些事情 可是很多負面的情況出來 衝擊你的煩惱 把你內在的一些很負面的情緒就挖出來 很多人就受不了 就倒了嘛 垮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在進一步知道 有對峙細談 找對峙的方法來對峙我這個問題 對峙完了以後 或者是治好了以後 你提升到第一億了 你可以領悟到最深的企業的真諦 那個時候你看你完成了這個任務 我們今天要給我們講課的幾個老師 他們就是在第一億戲談了 他們完成他們企業的最高的那種領悟了 所以他們可以把他們的經驗跟我們分享 一定他們也走過前面的那些路 尤其是這個對峙的部分 哇 社會那麼複雜的 然後 而且剛才我們會長也提到 本來企業 企業之間應該是相宜共存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觀念 華人呢 沒這個觀念 我們只有競爭 你看 我聽他們說過 我不知道這個只能夠當作一個 譬喻例子來說嘛 你在這個地方開了一家飯店 生意好 然後你就看到旁邊也起了很多家飯店 你賣你的是火鍋 你的四川火鍋 它就是一個東北火鍋 什麼火鍋來跟你鬥 然後最後呢 大家就卸價 到最後呢 大家一起關店 我們都是這種方式 所以你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怎麼去面對呢 那我聽說 犹太人做生意呢 不是這樣 比如說他開了一間店 是吃飯的 飯店 另外的犹太人看到 他就不會在旁邊開飯店 他就想 一個人吃飽了以後 他要做什麼事情 可能他要喝點咖啡 所以我旁邊開個咖啡店 那麼喝了咖啡 可能他想找書呢 我就開個書店 他們是看這個企業 分下去相關的那些 那些店能夠配合 然後能夠幫他找顧客 也能夠從他那邊的顧客 吸收過來 但是我又不是跟他競爭的 那麼這樣子的話 叫相依共存 所以最後他們的生意的區域就變成一個小社區 你一進去到裡面 應有盡有 什麼都有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生意呢 就是你一進到那個區 賣火鍋的 五六家都是賣火鍋 就是我看到你生意好 我就覺得這個生意可以做 我也來做 所以到最後呢 大家一起垮掉 我們看到很多商場都面對這個問題 不過還好現在的商場都是用西方管理的方式 他們這個商場裡面呢 他規定我整個商場裡面 假如是賣茶的 可能只有 只能夠兩家 不能第三家 如果是賣這些飲食的 幾家名牌的在這邊 其他的就不進來了 那麼這個呢 才是一種合理的做法 所以我們就要了解囉 這些呢 當然他們最熟了 我這個是外行 我是看熱鬧的 等一下你們聽門道裡面的東西 那佛法呢 它就是這樣的一種 次第的建設 那麼所以我們學習的人 就有了一個很好的依據 你要學哪一個程度的法 那麼類似這樣的經典都有 那你就去找 找到跟你相應的就對 不相應的不是不對 是不契機 我們常常把不契機 跟這個不對扯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就會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一種排他 就認為說 他學的不對 因為呢 跟我學的不一樣 那我 而且還會有另外一個觀念呢 我學的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你們學的呢 雖然好了 但是還沒有那麼好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方式呢 就造成我們學佛的時候呢 或者學習一些方法的時候呢 產生了這種形態 但實際上呢 佛陀 他在教學的時候 並不希望我們這樣學 而是希望說我們能夠了解 然後吸收我們所能夠吸收的 接受我們所能夠接受的 最后呢 通過這個 假如發現到說 我們這個程度還不是最深的 我們還有提升的空間 那麼我們就往那個空間去提升 那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呢 學到了一些 我們可以跟別人分享的 我們也就可以跟別人分享了 那麼這樣子你的學習呢 就範圍很廣 那些雖然是你覺得很容易學的 一看就懂 那麼容易的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覺得很容易的東西 可能有一些人還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話怎麼辦呢 我跟他分享 因為我懂了 所以你的學習裡面呢 就包含了很多正面的心態 一方面 你自己知道 自己有提升的空間 另外一方面 你發現到 你有很多可以跟別人分享的 所以了解佛陀的 这个世系坛的那種教學 我們就有這麼好的這種形態 可以建立起來 那麼我就是通過這個世系坛的 這個判色來講心經 所以我要把世系坛講清楚了以後 再把心經它分解出來 那麼心經呢 它是照這樣的一個系統 從前面的一段呢 他講第一 觀自在菩薩 已經觀而自在的菩薩 他在行身般若的時候 他召見五音皆空 度一切苦耳 然後下來呢 就分析空的意思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然後到 受想行事一復如是 所以 諸法的空向 不神不滅 不勾不禁 不真不減 到這裡呢 完全講第一 如果你讀心經 第一句 第二句 到第三句已經通了 那你就開悟了 照見五音皆空 度一切苦耳 那完成了你的任務 通了嗎 還沒通 還沒通是因為 我們有很多執著 執著什麼呢 執著佛教裡面的名相 因為學佛了嘛 所以五音 十八戒 十八楚 十二音源 四聖地 读了以後 我們有一些人读懂了 读懂了以後 慢慢的就變成是一種執著 那麼這些部分呢 都是在告訴我們 怎麼用功 怎麼修行 而且很重要的是 五音十二楚 跟十八戒 這個叫做 運出界 運出界 講的是我們世間種種的現象 我們叫做 一徑法 那麼這個一徑法的部分呢 它是讓我們 真正的了解 我們自己的身心 所以五音裡面 包括了我們各種的煩惱 新所法裡面的各種煩惱 它都講清楚了 然後用一個五 把它全部空掉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的話呢 空掉所有的執著 包括你在學習佛法裡面 所得到的各種建設 那麼到最後很關鍵的時候 都要對峙它 所以我們很多人學佛呢 學得很好 非常精進 非常用功 然後理論也懂很多 但是關鍵的時候 它捨不掉 所以捨不掉各種的執著 甚至我們的執著 有我執以外 還有法執 就執著這些法 然後抓住這個法 不肯放 那麼這樣子 反而形成 我們的一種 有些人有了這個法執以後 覺得我所有的佛法都讀通了 我一理又通了 我也可以寫什麼論文 產生法執的時候 很容易產生一種慢心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有些慢心就越來越高 都覺得沒有學佛的人 沒有修行 然後呢 你學得太淺了 我才真正懂得很多 那麼這些執著呢 是因為你在學習的時候 教理的建設本來是很好的 可是我們執著了以後呢 可能就變成一種障礙 那個障礙裡面呢 最大的障礙就是這個慢心生起來 慢心又一定跟我結合 然後我慢裡面呢 一定有我愛我健 哎呀 贪嗔痴慢 煩惱全部現前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 在學習的過程中 也要把這些執著 包括我們對名相 對意理的執著 也要空掉它 所以呢 這一段全部無 無到最後的時候 有些人無到完了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祂在幫你建設 菩薩依般若 祂就成就這個 所謂的究竟涅槃 那麼佛依般若 成就這個三描三菩提 所以祂又幫你建設 所以這個為人戚談 然後都還聽不懂 那就鼓勵你去吧去吧 到彼岸去 這個是世間戚談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一個判施 把心經分成四個層次來看 那麼所以講完了 那如果你們心那個 它的背景不懂 它的那個名相不同的話 這樣子不太聽得懂 可是如果那些都通了 我這樣一把它串起來 你們心經就聽完了 懂了嗎 不懂的話去參加我們的大專聖猴吟 你找我們是五年一個循環 第三個題目叫做心經的智慧 不懂的 不懂的 然後去看看 哪一節是輪到心經的 哪一節去聽 不過不用這樣麻煩 現在這個書有了 所以去買一本書來看 照創造法師也可以 照佛親也可以 那心經講完了 糟糕 謝謝你打廣告 那這一次講這個企業 企業 對這個拼音還是準的 講這個的時候 我又發現到 如果我用這樣的講法 不知道講得通嗎 然後又回到心經本身 那麼再從心經的思維裡面 心經的思維裡面 整體的這個智慧 所以我們在體戀處 心經要傳達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全部心經講完了以後 我們發現到 其實心經只告訴我們一個很中心的理 什麼理呢 緣起的道理 所以第一意就是緣起信孔 直接告訴你緣起它的本性是孔的 所以我們把握了 然後再下來呢 然後再下來呢 緣起信孔 但是緣起它的這個原生原滅的過程是有的 所以一個是思向 一個是理 一個是向 一個是性 一個是性 本性它一定是空 然後這個思向 向顯現出來就會是有 那麼這個有呢 那麼這個有呢 是因緣生因緣滅的有 那麼在因緣生因緣滅的有裡面呢 我們發現到它一定有次序 它一定有個法則 它一定有個規律 它不會沒有規律的 一定有規律的 那麼在這個規律運作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成果 一定是有各種因緣而生 所以呢 這個是緣起的三段分析的方法 它是先從比較 我們可以感受到的 我們可以知道的 因為從這樣我們才能夠進去 那麼從這個進去的話呢 先看到的是什麼 果 比如說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一個成果 比如說我們的這些老師 他們的企業的成就 就是一個果 這個果怎麼來的呢 果從迎生 我們辦這個活動 整個推廣的過程 推行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時間 半年前 我不知道誰動了這個念頭 那麼這個動念頭的人 他背後還有一些因緣 促使他被動這個念頭 我們說主辦單位是佛卿 我們的會長 我們的署理會長 我們的財政 我們的諮詢 全部出席了 他們什麼時候動這個念頭 那麼又發現到說 這個活動又不是佛卿第一次辦 幾年前 每一年我們都有一個研討會 你找到這個起點的同時 你發現到起點的背後 還有更多的因緣 所以呢 這個果會顯現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不斷地醞釀 他們要找講師 講師也要分配得出時間來 答應了 對 然後各方的一些 初階的工作完成了 然後就開始要做廣告 要宣傳 然後要找講師 注意說講師要講稿 然後呢 這些都是因緣 這些都是工作來的 然後這些工作呢 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還要找你們這些聽眾 然後我聽說 找聽眾的過程裡面 真不容易 因為這個聽眾一直不來報名 他們一面做一面在擔心 反而好像講師比較容易請 活動常常都是這樣 我們聽眾現在很難請 然後到最後呢 求你咯 可能很多人是被求著來的 然後就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然後還有其他的 很多零零碎碎的工作 不斷地在做做做 做到時間到了 時間空間的條件 具足了 大家出現了 這個果顯現 所以果一定從因而生 因呢 有主因有刺因 刺因裡面可能還包含很多 更細節的這個刺藥的這些因緣 然後全部聚足了我們這個活動 呈現出它的果報 呈現出它的一個成果 所以果一定從因而生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樣 大家來了 你們來的很簡單 但是我也發現到說有些人來的不簡單 因為他可能報名了 那麼最近呢 又有什麼事情要做了 要什麼 他就要想辦法處理一些事情 可能今天要上整天的課 他前兩天就要處理很多事情 包括我們的講師肯定是這樣 前兩天要處理一些事情 過後還要再處理 把今天沒做好的事全部給他完成 所以呢 每一個顯現出來的因緣本身 後面就有很多的這個因緣 所以你們來的過程裡面 也發現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果呈現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是各種因緣成就的 所以為什麼佛法呢 一直告訴我們要很珍惜這個成果 因為成果真的是得來不易的 不是我們 因為很多參加的人 他們說我給報名費了嗎 我時間到了我來了嗎 那講課我聽得盡就聽 聽不盡就睡著了 算了 反正就是這樣子嘛 那這樣子的話就表示說 你完全沒有看到這個因果的關係在 那如果你看到了以後 你知道說多少人在用心 多少人在付出 然後才把這個研討會 終於完成它 所以我們就會很珍惜這個因緣 所以果蟲殷生 那麼果蟲殷生的時候呢 我們又看到各種的 這個顯現出來的果和因 它一定有持續的 它後面有一個理責在運作的 你們在運作的時候 所以比較會辦活動的 它有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要做什麼 第二個階段要做什麼 第三個階段要做什麼 一定要這個持續的嗎 這個是理來的嗎 你們在做的時候 不可能呢 所有的事情還沒有做 你們就先做一些 就是說講師還沒有請 你就快點去召集這些聽眾 或者是聽眾還沒有來了 你們就快點去印你們的東西 其實這個持續有點顛倒的時候 做到最後你發現到說 只有你們在這邊 主辦單局在這邊 因為講師前兩天才去請 然後聽眾昨天才打廣告去找 你說怎麼可能呢 所以它一定有個持續 那麼這個持續在運作的時候很重要 你這個持續顛倒 為什麼有些人辦事效力那麼差 沒有持續嗎 不懂規矩 不懂得這個理責的運作嗎 所以效力很差 常常最重要的事情 它最後幾分鐘才來幹 最後呈現出來的成果 你自己本身都不敢看 所以我們就知道世代里程 所有的事項顯現出來 它一定有這個理責在背後運作 我們就要看到這個理 適合向顯現出來 我們要看到這個理 了解這個理 然後理的運作呢 複雜的有複雜的理 比較簡單的有簡單的理 但是呢 統合起來 所有的理呢 它一定歸納到這個本性 這個本性是什麼呢 是孔 有依孔力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無中生有 其實不是無中生有 我們說空 有時候我們把它說成有 我也用這個無中生有 為什麼要用這樣呢 就好像這個活動 我們還沒有動這個念頭的時候 它是不存在的 可是它有很多背後的因緣 比如說我們之前辦過別的演套會 它有那個因緣在了 可是當這個因緣 這個因還沒有開始出現的時候 它完全是空的 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所有的這些現象顯現出來 都是從空裡面讓它顯現出來的 它具備了所有的條件的時候 它就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了解 有依孔力 那麼心經呢 就在傳達這個訊息 那麼我就依這樣的一個智慧 這樣的一個訊息呢 來看這個企業的一個過程 我們的企業家 我們很多時候呢 說他們是什麼 白手起家 所謂白手 不是拿這個手套上這個白手套 不是去把它塗擺 我們的意思是 它來的時候呢 是兩手空空的 沒有帶什麼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 兩手空空的來 有一套電影呢 就有一個人他覺得 哎呀這個上天對我太不公平了 那他旁邊的那個老闆就講 他說你怎麼能夠講上天對你不公平 你生下來的時候你帶什麼東西來 我們一塊布都沒帶來 只帶了一身真皮來 所以現在很多人喔 我的這個鞋你看真皮 我說我是布的 布裡面包一層布 一層布裡面包的就是真皮 對對 我們全身都真皮 然後我們還去買真皮的東西來用 哎呦真是 所以我們什麼沒帶來 帶一身真皮來 對不對 所以你生下來的時候 你有什麼東西呢 所以你能夠成長的話 真是無中生有的 你什麼都沒有的 但是呢 你有父母嘛 對 你有這些旁邊的姻緣 然後他幫助你成長 所以他這麼一講 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出事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樣的 什麼都沒帶來的 然後很多人呢 尤其我們年輕的一些企業家 他們剛剛大學畢業 早期還說畢業就是事業 出來沒工作做 很多都是出來就是要打拼的 然後什麼都沒有的 可是慢慢累積他們的經驗 累積他們的那種 這個力量 然後呢 也讓他們在 就是說他們自己本身在工作 或者是他們努力的過程裡面 看到了很多的這個機會 我們所謂創業的機會 有了這個機會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還什麼都沒有的 那麼從沒有裡面 你要讓它顯現出來 你就要知道 你要懂得這些理的運作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你要創業 你比如說要資金 然後當然你創業裡面 你最主要的方向跟目標是什麼 你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出來 那麼你的目標是為了賺錢 還是你的企業是一種文化的 還有什麼 你開始慢慢要醞釀 然後慢慢要建立這樣的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我們發現到說 成功的這些企業家 他們在創業的過程中 其實本身的方向 甚至包括人生的方向 就清楚了 即使還沒有很明白很清楚 但是那個大方向肯定就是在那邊了 但是開始的時候是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從那邊呢 才出現了這個創作的一個過程 那麼創作的時候呢 你那個理一定要清楚 要成就一個企業 他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我們看到企業家的時候很羨慕 所以上次我聽過一首歌 他說哎呀 我又不是王永慶的兒子 意思是說如果我是王永慶的兒子 我什麼都不用這麼辛苦了 那麼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現在有很多父親訓練孩子的時候 孩子像是他的什麼投資 為什麼呢他望子成龍 希望說最後呢他兒子變成成龍 結果成龍的爸爸成功了 他有了一個成龍的兒子 我還是告訴你們 你們望父成龍好了 假如你爸爸是成龍 你現在不是好嗎 你這麼辛苦幹什麼 所以這些不可靠 你去期盼這些的話 希望說一下子什麼東西都有了 不可靠的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樣呢 要知道這個持續的運作 你現在要起家了 要創業了 你先看你自己本身具備什麼條件 然後你能夠掌握到的條件是什麼 那這些因緣你不能夠忽略的嗎 然後你能夠開拓出來的這個因緣是什麼 你自己本身要清楚了 所以你才能夠一步一步順序的走 我們很多人都是想一步登天 所以中國人做生意很危險 要找一本萬利 我給一塊錢 我就賺到一萬塊 叫做一本萬利知道嗎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這麼好 可是有這種事情嗎 沒有 有這種事情的話 它一定是破壞很大的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受到的災害就是一本萬利的災害 他們給少少錢 少一個八 他們要賺多多錢 我們全部人就傷害了 這種企業就少了 很重要的良知 當然可能他們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成功 但是這個背後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然後可能傷害到我們後面幾代 那麼這樣的我們不能夠說是一種企業 那麼類似這樣的一種做法 其實是我們說比較不道德的做法 但是他知道說 他如果是照正常的方式運作 他是萬本一利 他要把那些把全部弄好 然後能夠種它們要種植的東西 他可能那邊要花好幾千萬 甚至上億的 可是現在他一把火的話 都用不到一千塊 他要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這個觀念 心態很重要 你製造這樣的因 以後你要承受什麼樣的果 而且是工業裡面大家幫你買單的 所以我們才面對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很 就是明白到自己的方向 然後有一種企業良知的這些企業家 他們不做這種事情的 他應該付出的那個代價 你要得到一利 你要付出這個萬本 這樣子他才能夠長久持續的運作 所以這些條件 你要怎麼具備這些條件 你要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事 他一定代理才能夠成 這個持續在運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握 那如果你想從小慢慢做到大 因為有一些人的做法 他是知道說 先有一個核心 像我們搞主制也是一樣 先有一個核心 幾個核心的人物 穩定了以後 這個主因在了 我們慢慢地開拓 佛心總會開始的時候 也是幾個重要的這些人物 他們穩住了局面 然後慢慢我們才把這個範圍 慢慢地開拓大的 那麼整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次序 有很多的理則 你要跟著他走的 你不能夠跳過去的 跳過去的話 他可能就遺留下 後來的一些 我們說後遺症 你去收拾這個後遺症 可能你發現到你付出的代價更多 辦活動的人 很會辦活動的人 常常就發現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就了解到這個理 那麼企業有企業的理則 你們在投入進去的時候就知道了 那怎麼去運作 有複雜的 也有一些很簡單的 有一些很重要的 然後有一些呢 他雖然不重要 但是呢 他卻必須要先處理的 對 我們說輕重緩急 你一定要掌握這個持續的運作 那麼掌握了以後呢 你具備了這個條件 果蟲陰生嗎 這些陰啊 這些條件啊 全部你要去凝聚了 比如說你需要人才 企業裡面很重要的一些人才 然後你也需要一些跟你能夠配合的 然後還有當然是財務的 然後你的產品啊 什麼各方面的條件 從哪裡開始 從哪裡去起步 這些呢 全部一步一步的做 然後最後呢 你呈現出來的成果 但是果蟲陰生以後呢 並不表示這個成果呢 就是最後的結果 我們這個活動呢 今天呈現的這個成果 它不是最重的 因為它後面還有後續的 可能我們下回呢 再辦一個活動 可能呢 從這邊聽了我們的老師 給儀的那些啟發了以後呢 我們很多年輕的 這些準備要在企業上面 大展手腳的人 開始學習到我們老師的智慧了 或者是至少他們的經驗 然後對你的開業創業 可能就有了很大的幫助 說不定我們再過幾年 這邊就出現了幾個青年的企業家 對不對 它那個後果就呈現下去 就繼續開展下去 然後我們的企業家 你看他們的企業呢 完成了基礎的 或者是他們先要完成的部分以後呢 慢慢的很多的這個開拓又出現了 然後他們在運作的過程裡面 他們又影響了別的企業的一種運作 然後開支三業 所以這個結果呢 又回到這個整個法則的這個運作裡面去 那麼它一定有一種我們必須要遵守的這個規律 然後在這個規律裡面呢 有很重要的一種態度 還有很重要的一種知見的這個建設 包括了內在的一種良知 這些建設都要有 所以佛法呢它告訴了我們這麼多 先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就是最深的這個道理 然後再回到我們現實生活 所以我們了解到說 所有的這個理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是這樣子運作 可是所有的成果顯現出來 它的本性是空的 然後從空 通過這個因果的法則的運作 它顯現出來了 然後它繼續開展下去 但是呢它的本性還是空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在建設的時候呢 就能夠得到一種智慧 應該提起的時候我們提起了 應該放下的時候放下 因為有很多走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知道有些東西你要放下 因為你放下你才能夠更提起 那麼有一些呢是在適當的時候 你本身的條件已經完成了 你就要放下 因為後續的就要讓其他的條件來接過去 那麼重要的是 我們為什麼要搞這些東西 我們是要為這個社會做出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貢獻 我們希望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人 能夠活得更快樂 因為我的創業 我照顧了這個人群 我讓跟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地球的人 都能夠得到這些好的成果 那麼我們這樣的一種型態的話呢 它就呈現了一種我們創業或者是我們做事的一種態度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理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心經就告訴我們 我們完成了這些以後 比如說菩薩就進涅槃 佛就能夠得到 就是你可以得到一個很圓滿的成果 這個是最完美的一個成果 是你自己本身在做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享受到的 你這個享受 我們有些人說 哎呀享受好像這個字眼 有一點點說 學服的人也享受 享受 因為這個是我們呈現出來的 我們完成的一個成果 這個成果呢給我們一種滿足 一種快樂的那種感受 我們要享受它 享受了以後呢 我們繼續發展下去 跟別人去分享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心放在很正的一個方向 然後我們的心就能夠開拓 你的心開拓的越大 空間越大的話呢 你越能夠展現出 這一個層面的那種受用 那麼這個受用呢 又不是自己 我們是講自己享受的同時 我們發現到說 很多人就跟我們分享 所以心經呢 它給我們這種智慧 那麼這個智慧呢 就是見到這個緣起 從緣起的這個法則的運作 我們發現到說 世間世事物物 或者是世間所有的運作 它都離開不了這個成果 離開不了這個法則的運作 那我們呢 依這個法則運作的話呢 就是用心境的智慧來運作這個法則 運作這個法則的時候 就是來做我們的企業 跟來過我們的生活 所以你有這樣的智慧的時候呢 你解脫了所有的煩惱 你對峙了自己的問題 那麼你得到 享受到自己應有的這個成果 然後呢 把自己的心放寬放大 就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們的成果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佛法的智慧呢 它以一個智慧 它能夠貫通我們所有的生活 就因為它 這個智慧呢 是最核心的 也就是理裡面呢 最中心的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智慧呢 又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智慧 當我們把握到了以後呢 越簡單的理則 你應用到任何一個事物上去的時候 你都看到它可以去運作 但是顯現為外在的現象的時候呢 現象裡面有包含各種不同的因素的時候 它呈現出來當然是比較複雜 但是呢 回到這個本性呢 它一定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心境的智慧呢 它就是很簡單的智慧 但是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了解 或者是能夠運作 所以它又把所有的這些明相放進來 然後我們通過這個明相的了解 已經比較完整的 整體的了解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心 通過所有的修行提升到空的這個體驗上 那所以同樣的我們在運作 我們所有的這些事物 包括我們的生活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運作 那如果我們把它結合到 我們企業裡面去的時候呢 也可以發揮它這樣的一個作用 那麼因為心境畢竟是一個理 或者是一種思想 一種智慧的這個體現 所以我們只能夠從大體去了解 這樣的一個運作 那麼你們要了解到更細節的部分 那麼接下來就聽我們幾個講師 他們把他們事項上 或者實踐上 或者實踐上 或者實修上得到的這個體驗 來告訴我們 然後如果我們具備了這兩方面 一個是事項的體驗 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個部分 只有經過的人才了解 尤其很細節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從心境裡面 得到一個整體的智慧 然後再下來就看你自己本身 怎麼去貫通它 我這裡是稍微幫你們大家連接一下 那如果你們懂得去貫通了以後 你們可能就會發現到 從智慧裡面 從事項的這個經驗裡面 可以讓你們得到它的受用 所以應該講完了 因為時間也到了 好 謝謝 好的 感謝基層法師的分享 請法師留步 現在是我們的贈送紀念品儀式 首先 有請馬佛心總會長 吳清松居士 在籌文會主席 沈耀聖居士的陪同下 贈送紀念品於基層法師 有請兩位 好的 謝謝師傅 我再講講 好 我收紀念品 然後我自己也有紀念品要贈送我們講師 但是呢 要等他們講座的時候 我先提醒一下 不然等人家忘記了 那我自己沒有送自己紀念品 好的 大師師傅 謝謝 收接 谢谢大家